以运载火箭的发射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 中国航天进行了274次的发射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 我们进行了192次的火箭发射 占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总数的43.2% 正是这些成就 推动我国全面建成了航天大国 进入了航天强国的行列 那么大家也知道 我们在今年将要建成中国的空间站 目前在太空空间站已于九月底 完成了问天舱的转位 等待着孟天实验舱和它交回对接 在地面空间站T字形构型的最后一个舱段 孟天实验舱现在已经完成了 推进机加注以及与运载火箭的对接 用于发射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各项准备工作目前正常 那么本月底就具备发射孟天舱 实施交汇对接的条件 那么在今年底呢 我们还将发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那么实现六名航天员同时在空间站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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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